您好,如果您已在CBR注册,准备储存宝宝的干细胞,让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收集包吧。 这就是收集包,您可能已经从您的医生那里收到了收集包。 如果还没有收到,我们将通过联邦快递,立即将收集包送到您家里。 第一步是在线打开3w.cbrcans.com网站,创建账户,注册收集包,并填写登记表。 下一步,您需要仔细查看这个收集包,熟悉包里的所有东西,这非常重要。 现在看一下包里有什么吧,这有点令人激动,不过不要担心,您不会损坏任何东西。 第一步,将收集包外包裹的套子拿掉。 您会看到两个密封部分,随意拆开这两个部分,出现两个翻盖。 您只需拆开密封部分。 瞧,里面有医疗服务提供者使用说明和父母使用说明,这部分是给您的,您需要和您的配偶一起详细阅读里面的内容。 这些内容对于分娩当天非常重要。 第一步是在线创建线上账户。 下一步是填写数据收集表。 数据收集表在您右手贴的这个袋子里,需要填写最上方部分,然后签名。 在数据收集表顶部,您会看见一栏有关收集包包的期待组织的选项。 如果您选择保存期待组织,请务必按照数据收集表上提供的说明进行相应填写。 我们实验室在收到您的收集包之后要了解的关键信息。 说明后面是有关期待血收集的材料。 这是您的医生用来收集期待血的小袋子。 这些袋子现在都是无菌的,请不要打开。 这是期待杯。 这个是密封的,也请不要打开。 最后这个是母血伸缩管。 在您生产之前,医务人员需要将这些东西与其他期待血收集设备连在一起。 如果我们实验室没有收到这些用于试验的东西,将来您可能无法使用您的带细胞来进行治疗。 熟悉了收集包之后,把收集包放到您将随身带去医院的包中。 务必将收集包放在室温下,不要扔在车上。 生产当天,务必将收集包带去医院交给医生或护理人员。 告知他们,您只收集期待血,还是期待血和期待组织都要收集。 宝宝出生后,当您把它抱在环里时便可进行收集了。 医生收集完之后会将收集包交还给您,让您的配偶务必准备好接收收集包。 检查一下收集包,确保所有东西都正确方置。 您得查看一下期待血,期待组织,如果选了收集的话,母血伸缩管和数据收集表。 如果所有东西都在,再将收集包密封起来。 收集包顶部和底部各有一个密封部分。 您需拆开密封部分,将收集包封闭在盒子中。 您可以使用这个紫色侧翼来完全密封收集包。 将紫色侧翼拉起来,然后弄平整,就像这样。 准备好快递收集包之后,便可联系医疗快递公司Quack International进行运送。 这家快递公司提供全天候服务。 快递公司的联系方式就在收集包背面。 告知他们您要邮寄CBR收集包,他们就会问您的房间号码。 快递员会在四小时内上门取件,务必将收集包放在室温下。 快递员将收集包取走之后,您可登陆线上账户,使用跟踪我的收集包功能。 这项功能特别实用,您可以一路跟踪收集包,直到收集包到达我们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的实验室。 我们收到收集包后会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告知您。 大概三周之后,CBR代理人会联系您,核查您的收集结果。 就这些,感谢您选择CBR。 如有任何疑问,请联系您的CBR代理人。 我们将为您解疑打获。 恭喜您的小天使降临人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